就是视频中这只狗子 名字叫天歌 别看他一副长相凶狠的样子 他却是已经有带娃六年的狗保姆 被网友称为最会带娃的狗狗 因为妈妈不给买零食 于是这小祖宗就边哭边拉着天歌去付款 狗子的内心仿佛在说 你是都比脸干净 我是连个兜都没有啊 但他从小因为很丑 受尽欺负 蝉使官领养他回去后 本想好好养他 却没想到他却成了带娃保姆 蝉使官没生娃前 他的眼里心里只有主人 每次一看到主人都会马上扑向他 但跟随主人结婚 生了弟弟后 他就承担起了照顾娃的重任 好不容易把弟弟带了四年 终于去上幼儿园了 没成想蝉使官又生了一个妹妹 狗子想看又不敢看 生怕看一眼妹妹就赖上他 但是他对妹妹的宠爱可远过于弟弟 因为妹妹学会走路都要归功于天歌 被每次都要薅掉天歌身上很多毛 从小就给妹妹当做棋 天歌也毫无怨言 但长相如此凶狠的天歌 在外面他是弟弟妹妹的保镖 在家却是他们的小玩偶 不管是给他打扮 还是薅光他的胡子 甚至是抓尾巴 扣眼珠子 强行扒嘴巴 他都不会生气 但天歌对妹妹到底有多偏心呢 外婆假装打他 他会呲牙咧嘴 但回头一看到是妹妹 瞬间假装挠痒痒来躲避尴尬 这还不算完 外婆假装要抓他的耳朵 他会甩开甚至反抗 但是如果是妹妹 他会老老实实地不反抗 甚至妹妹咬他耳朵 疼得咬牙切齿 也默默忍受 果然是自己带大的娃都得瘦着 都说有小孩的家庭 千万不要养狗 对狗不好 其实他什么都懂 只是不会说话而已 就算弟弟牵着他 他都会调整自己的脚步去等待 在铲屎官教育弟弟的时候 他化身护地大哥 甚至在妹妹遇到危险的时候 他会毫不犹豫地挡在他的身前 在妹妹的心里 天歌早已经是他们的老大哥 爱就要用最纯粹最直接的方式表达 天歌也是一脸的享受 别人家小孩哭的时候都会找妈妈 而妹妹第一时间找天歌 甚至在他和妈妈二选一的时候 妹妹也毫不犹豫地走向天歌 但弟弟抱着天歌的时候 无处安放的爪子 生怕踩到他稚嫩的小脚脚了 但弟弟也从来没停止过争天歌 天歌也是端水大势不偏不倚 谁赢了就跟谁走 不过带娃的时候都是崩溃的 看着天歌一脸的绝望 估计他要是会说话 你猜他第一句会说什么呢 面对如此懂事的狗狗 各位铲屎官们 你心动了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也感谢你的点赞和转发 下期更精彩